在這條影片我們就來講一下這個Determinant,也就是行列式 首先我們要重溫一下,如果我們有一個1乘1的matrix,叫A,它的entry是世界A 即是等於有一個實數世界A 當這個世界A不等於0的時候,這個matrix就會是invertible 另外,如果我有一個2乘2的matrix,A,它的entry是abcd 當A乘D減B乘C不等於0的時候,這個matrix就會是invertible 換言之,如果我們有一個1乘1或者2乘2的matrix 我們都可以用一個數字,即是A或者A乘D減B乘C 去判斷究竟這個matrix是不是invertible 那現在就想一下究竟可不可以用一個類似的idea 去判斷一個3乘3的matrix是不是invertible 我們先來正式定義這個 這個可以用來判斷一個matrix是不是invertible的數字 就叫做determinant 符號上我們會在那個matrix之前寫det 又或者將那個matrix不要括號 但就給它兩條垂直線去包住那些entry 那麼1乘1的matrix的determinant就是它唯一那個entry 就是世界A 而2乘2的determinant就是a乘D減B乘C 那我們還可以定義一下3乘3的matrix的determinant 那假設我有3乘3的matrixA是abcdefghi 那它的determinant就會是以下這樣 aei加bfg加cdh-ceg-afh-bdi 那我們最終的目標就是要去證明這一塊數字 是可以用來去判斷那個3乘3的matrix是不是invertible 不過我們暫時就未去到這一步的 那現在先嘗試一下找一個方法去容易寄這塊東西 那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我們先把那些entry寫出來 另外我們再在右邊補多兩項就是matrix的頭兩個column 然後我們發現第一個term也就是aei 就會是這個3乘5的matrix的main diagonal 成在一起 然後第二個termbfg就是這條main diagonal 右邊的那條diagonal 然後cdh又是再起bfg的右邊那條diagonal 那這裏就是頭的3個term 那這3個term是加在一起的 另外還有3個term是減的 那這3個term就會是另外3條diagonal的entries成在一起 那就是另一邊那個方向的 那仍然都不是特別容易去記 還有這個方法就難些去延伸到一些大些size的matrix的determinant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去用一個新的方法去記這個determinant 而是可以容易的去延伸到大些的matrix 那先切A做一個square matrix 那先定義一個叫ij minor的東西 那就是用A然後subscriptij去代表 那就是將A去剷走第i的rhole和第j的column 之後剷下那個square matrix 而第二個就是ij covector 那就是cij covector 那就是一個實數來的 它的定義就是-1的i加j次方 再乘Aij的determinant 那我們可以很容易去記這個叫covector的正符號 就是可以考慮以下這個matrix 那那些加和減就是代表那個entries的covector 是應該正數還是負數 那我們留意到就是左上角就是1-1的entries就是正了 而每離開這個entries一個位置就會把sign轉一轉 就會是正符正符這樣卡拉的去轉 那我們來看一些簡單的例子 那假設A是1-2-3-4-5-6-5-0-8這個matrix 那要找出A1-1這個minor 我們就可以遮住第一個rhoid和第一個column 那所以我們就會剩下5-6-0-8這個matrix 那我們再想找A1-3 那同樣我們會遮住第一個rhoid和第三個column 那我們就會剩下45-5-5-0這個matrix 然後我們試試找covector 那假設我想找C31這個covector 那要去判斷正符號 我們就可以先畫出這個有正符號的matrix 那C31就是在左下角的entries 那我們留意到它應該是正號來的 那所以這個covector是正1 然後再乘A31的determinant 那我們就遮住第三個rhoid和第一個column 那就會剩下2-3-5-6 那所以呢這個covector就會是12-15 即是-3 然後再試試找C23這個covector 那2-3這個entry 我們就看到正符號的matrix 就要是符號來的 然後這個minor就是遮住第二個rhoid和第三個column 所以就是12-5-0 即是說這個covector就會是- 括弧0-10 即是等於10 那有了minor和covector的這個定義 我們就可以用以下的方法去寄一個determinant 那假設我們有一個3乘3的matrix A 它的entry是aij 那我們有好幾個方法去寫這個matrix的determinant 第一個方法就是A11乘C11 加A12乘C12 加A13乘C13 那這個寫法就會叫 expansion along first row 即是我將這個determinant沿著第一個rhoid爆開它 那之所以這樣叫呢 是因為我們發現那些entry和covector 全部都是在第一個rhoid上面的 那如此類推我們可以有另外幾種寫法就是 沿著第二個rhoid、第三個rhoid、第一個column、第二個column和第三個column 去爆這個determinant 那些寫法就是這樣的 而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可以證明到 這麽多個數色其實全部都是等於A的determinant 所以呢 如果我們要去計算A的determinant 我們可以隨意去選其中一個方法去爆開它 那當然就是最容易最簡單的方法 那去證明這件事其實就 只不過是用回covector的定義 把它爆開做原本我們定義determinant的樣子 那中間其實都是一些運算來的 那所以我們就只是去show第一個rhoid 那其他其實很類似的 所以我們先由A11乘C11加A12乘C12加A13乘C13這個數字開始 那用covector的定義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A11乘一個determinant 它的entry是A22、A23、A32、A33 減A12乘Determinant 減A12乘Determinant A21、A23、A31、A33 再加A13乘Determinant A21、A22、A31、A32 接著我們利用2乘Determinant的定義 去把那些determinant爆開 所以我們就會有A11乘括弧A22乘A33 減A23乘A32 減A12乘括弧A21乘A33 減A23乘A31 加A13乘括弧A21乘A32 減A22乘A31 減A21 減A23乘A21 減A23乘A31 減V bom 減A21 減A21 A21 a21 減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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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A22 減A21 減A21 減A11 減A21 這個定義的定義,這個證據就完成了 最後我們來舉一個例子去怎樣去計算一個3乘3 matrix的定義 假設我們這個3乘3 matrix是A,它的 entry是145-25096-8 首先我們要觀察到的就是23的 entry是0 所以如果我們沿著第二個 row或者第三個 column去爆開這個定義 我們就只會剩下兩個 term,就不是三個 term 所以就用這兩個方法是會快過其他爆發去計算這個定義 我們會做完兩種,也會驗證到兩個方法是會得出同樣的答案 先沿第二個 row去爆開它 首先我們有負括弧負2乘456-8這個determinant 再加5乘159-8的determinant 再減0乘1496的determinant 所以我們發現第三個 term其實沒有了 那剩下的就是2乘20-32-30 加5乘20-8-45 得出答案-389 那現在我們沿第三個 column去爆determinant了 首先有5乘2596的determinant 減0乘1496的determinant 再加-8乘14-25的determinant 那這次第2個term就沒有了 剩下的就是5乘20-45-8-5加8 同樣地會得出答案-389 就是2乘20-75-4完全不止 感谢观看